M2超能膠圓影 邀您共賞 今晚開讚吧 今晚開讚吧 大樓哥 你們男生在陪女生逛街的時候 是不是超級沒耐心 也不是沒耐心 可能就是像你們女生 如果聽到男生在聊車一樣 對不對 就興趣缺缺嘛 對 會嗎 我那天就是去逛街 就看到一對年輕情侶 然後他們去逛那種 可愛的那種小屋店 對 我就看到那男生 奇怪 看到那個粉紅色的吊飾 或那娃娃熊 就先在那邊叫 這樣子 就是很開心這樣子 那女朋友也是覺得 怎麼那麼可愛 然後一直 你好可愛 你好可愛 這樣 對啊 不過如果Man的男生 會喜歡那種可愛小屋 有時候那種反差萌 也是滿可愛的 是滿可愛的 而且那男生還滿會撩的 然後女生不是穿 很可愛 他是男生不是穿 對 我就是那個可愛的男人 而且呢 你就是那個可愛 真的有點多囉 我都聽不懂 聽不懂 所以觀眾朋友 遇到這個擁有少女心的男生 要立刻把握 還是說算了 想都別想 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談 可遇不可求 少女心不錯 應該就是屬於暖男 有在要求Man的男生 要少女心嗎 有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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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今晚開箭吧 首先歡迎新融化女子 好可愛 好可愛 我這邊就是少女心男子 好可愛 你再給我這樣試試看 這個又這樣 剛才當的歌還不夠Over嗎 這樣子 你是很Man的男人 可愛的男人都出來了 你們三個一起來坐 1 2 3 天哪 這後面應該蠻美的吧 你們再一次 我幫你們拍洞洞 好 3 2 1 天哪 2 好啦 就林佑嘉優有一首歌 是叫少女嘛 歌詞裡面就寫到說 Baby自從遇見了你 我比你還要少女 偶像的位置呢 一夜間全都換成你 你跟巧克力 為什麼永遠吃不膩 這就是今天要聊的 少女心男子 其實是內在 不是剛才的外表 好好講話 對 這樣比較像 卷穿的伯伯 對 這種不同於那種 比如說傳統大男人的 那種性格 就是可能有些女生 就會覺得好像很棒這樣 少女心男子是不是 比較貼近女生的心情 或是說整個人就是 會比較貼心 所以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男人們就是要有顆 少女心才能夠更受女孩子歡迎嗎 請舉牌 我感覺不一定 應該是吧 沒有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少女心 然後對女生也很好 然後那個剛好女生也是有點少女心 我覺得就是你man 該man的時候就要 可是比如說你看到小動物 或是你看到流浪貓哥 對 毛小孩這些 你會覺得很傷心 很心軟 這種我覺得OK 可是你說如果看到粉紅吊飾 然後看到那個甜點在那邊尖叫 我真的不行 不行 對 都要看狀況 我真的要看狀況 是 或是看電影或是什麼 然後就會流眼淚那種 要看你看什麼電影 看殺人片就可能 什麼 如果 如果我的另外一半 在看冰雪奇緣在那邊哭 我真的很想巴他 會生氣 而且還有看哭的態度 如果是哭到這樣 這樣我會有點生氣 可是如果掉一點淚 擦擦掉 聽說有一隻狗的電影 最什麼 最想遇見你 那個可以 中播的 空腸的 那個 你才可以哭 所以想到又想流一點眼淚 對不對 又有幫我們整理網友們的看法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情報戰大調查 今天由特派員又云出擊 透過LOWIE AI大數據 蒐集網路討論聲量與關鍵字 帶您掌握最新趨勢 馬上來看一下 我們的寵妻天花板 周董 周杰倫 其實也是滿有少女心 不只在英國古堡辦了一個 浪漫的婚禮 而且她還霸氣地 對自己的老婆昆凌說 她絕對第一優先寵老婆 然後才是寵女 我要先寵你 再寵女兒 聽了就大家覺得好想玩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也根據 LOWIE AI關鍵字引擎 來看一下到底有哪些 少女心男子特質的關鍵字 包含了解需要 貼心發現 訊息描迴 這些都是一些把女生放在心中 第一個位置的關鍵優點 是不是讓人聽了就覺得好甜蜜啊 感覺又宇也是愛少女心男子耶 可是其實我比較喜歡霸總系的耶 是不是 我也是啊 霸道總裁 我們可以併存好不好 對 換起西裝 搭起領帶之後 還是可以霸道 你還是健康伯伯 沒有 去健康伯伯 然後呢 裡面西裝都會打開 HELLO KITTY 對啊 內褲也是HELLO KITTY 反擦來這邊 因為你 如果你老婆身上的造型 有任何改變 你看得出來 他身上有任何改變 我會立馬發現 不管他是不是換了今天換了什麼顏色的影型眼鏡 他今天體重多了零點幾我都可以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這麼厲害 然後再加上女孩子總是希望 可以讓自己漂亮一點點 那他當然曾經呢 也有就是想要為了讓自己漂亮 有一段時間喜歡瘋醇 女孩子就是瘋醇 最近流行花瓣醇之類的 醇醇 那天他剛好下班 他那個時候在當購物台的模特兒 然後下班我就接他 他一上車我就看 一看到他本來我們一上車都會先清一下 然後他這樣一靠去我們先把他推開 你做了什麼了 因為太... 他覺得一點點 我覺得非常明顯 我就看到他有圍圖 我就說你做了什麼 他說沒有 我說你做了什麼 我就說你嘴唇幹嘛 他才說他去打嘴唇 我就說你為什麼要打嘴唇 他說就是想要嘗試看看 不用試 你已經很好了 你為什麼要去改變自己變成這個樣子 我愛你是因為當初你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愛你的 你為什麼要因為這樣去改變自己 然後他就對不起 打一個唇唇這麼嚴重 我也不知道當下為什麼 當下那個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發脾氣 然後就覺得真的很生氣 那如果你入租他會發想 我覺得應該是開心 對 然後太太生理期一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主動 先在他 我大概會知道他多久之後會起床 你是有記他的日期嗎 還是你早上起來這樣 其實那是一個 是一個鯊魚是不是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第一時間 就像剛才有看到的 就是第一時間他的訊息 我覺得很基本就是秒回 然後他的身體狀況會怎麼樣 其實我也是最快有感受的 我也感受到他最近的脾氣 稍微開始有點改變的時候 身體期要來的時候 我就會很主動的 反正就會先倒好一杯熱水 滾燙的 滾燙的熱水 因為我知道他幾個小時之後 然後讓喉嚨三級燙 你知道他會不會 因為等到他起床的時候 剛好就是溫水 謝謝 暖然 你也是為老婆放棄演戲 現在太太在做直播 因為太太做直播大概有五年多了 之前是她一個人做 因為她一心覺得 希望我可以跟她一起做 當初有提到 那那個時候我現在就是 全心在拍八點檔 一直都在拍戲 拍到現在有差不多一點點的小成績 什麼一點點 難免腳的一點點 我看太太這樣子 每天這樣拍 這樣子直播其實身體不舒服 她就是一場直播下 有時候可能六個小時沒有停過 這麼久 說她一個人在介紹一直在講 六個小時 對 六個小時 長久下來做了幾年 我發現她體力越來越爛了 當然 對啊 對啊 那想說那就 講那麼久 好吧 那就陪她 那就這樣子 就乾脆我就把我的事業先停下來 好好綁她好 就戲不拍然後陪她 對 我就不接 當然現在製作們 都還是有在問說 你要不要就是 所以你看 做直播多好賺 對不對 想說你拍戲不是 拍戲是不錯 但是後來也想想 我在這樣下去的話 每天這樣熬夜日夜顛倒 其實也不見得上 身體 而且自己做可以靠自己 拍戲得靠別人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有戲啊 對啊 我覺得少女心就是 其實算是比較 算是比較細心的男生 對 就比較少女心 因為像我自己也是會 注意另外一半 就是她的那個身體期的狀況 可能前面幾天 知道她快來 我可能就是會禁止她吃辣的 然後吃冰的東西 然後可能就是會買熱咖啡給她 可是女生那個 來不來你要注意 因為你要算自己的時間 對 今天就是當爸爸的時間 對 沒有啦 就是你還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可能她來的時候 你可能就大概會知道 我那時候就會去她公司樓下 接她下班 因為她可能那時候 已經肚子很痛很不舒服了 然後再讓她自己走路 我覺得是一個 不貼心的舉動 對啊 你就要去接她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更 我自己比較細心的地方就是 因為像我們之前有 我們一大票的人出國玩 到飯店的時候 就一個眼神 我就感覺到她有狀況 但是她還是笑笑的 她沒有顯現出來 然後她大概隔了大概10分鐘就跟我說 她的外婆過世 我們就趕快買機票回去 對 就比較細心的舉動 就是比較觀察 觀察女生的狀況 懂得察言觀色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一個不好的狀況 就是之前有遇過一個暧昧對象 然後我就這樣對她 然後她就覺得 她就會覺得我是恐怖情人 你是中央 她比較像中央空角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有恐怖情人 不是 她就覺得 你知道怎麼會知道那麼細 你一直觀察我什麼東西 對 你會怕是真的像恐怖情人這樣 管你管太多 對 碰到個性女的時候 這種 比如說心比較細的男生 他們不見得能接受 她就覺得 你會不會想太多了 不需要你到 如果心細然後那裡粗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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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我嗎 今天管我 你會不會害羞 你會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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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害羞 因為我覺得這種熱戀期 男生要這樣 或者是你很想追著女生 或還沒到手的時候 這種情況滿常見 但我之前遇過一個朋友 是他們已經交往很久了 就交往將近十年的那種 然後反正也是跟我們拒話 他就說我要早點回去 因為我女朋友那個來 然後我說那個來 你要早點回去 他說對啊 我買個熱的回去給他 然後我們就以為是 可能七罐鹽嘛 有些朋友喝多了 就說你派一張照 跟他說你跟我在一起很安全啦 什麼的 他說不是不是 他也沒有特別講 只是他覺得他那個來 他就想早點回去陪他 他把他女朋友當媽祖 他就說我女朋友是媽祖這樣 然後而且他也會跟我們 就是跟我們分享說 你看我女朋友很漂亮這樣 他們出門他是幫他 也沒有那麼誇張 只是覺得他們交往很久了 然後他也會把他女朋友 擺在第一順位那種 而且他會跟我們分享說 你看我女朋友很漂亮這樣 然後 他真的很愛他耶 對啊 超愛愛說 你看我女朋友很辣 他也說這張我拍的 很辣吧 然後對比我的男朋友想說 天啊 那我到底都遇到什麼樣的男生 因為我男朋友是那種 然後我已經嚴重到 都已經上吐下線 然後到醫院已經掉點滴了 那因為我可能是那種 比較逞強 比較獨立的那種女生 我可能就會說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你不用來 我可以自己去這樣 他也就真的以為我真的沒關係 就真的讓我自己去 每次都這樣 然後我就偶爾會有點小失望 後來就想想算了啦 是我自己跟他說沒關係 你看你收骨折的 對啊 我收骨折的骨折 摔倒 摔倒這樣 騎車嗎還是 沒有 再加滑倒 妳家地板用健身房的地墊 摔倒都不怕 妳幹嘛在家打蠟 沒有 我在家就是洗完澡 出來 要跑去拿毛巾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年輕 應該伸手矯健 怎麼可能會滑倒 真的滑倒 我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們的女朋友 是像他這樣 然後比如說他現在在醫院 上吐下瀉 可是他跟你講說 算了 你們不用來沒關係 你們會怎麼做 我會去 到醫院已經很嚴重了 我覺得一定要去 就跟他講 他就跟他講 我男朋友就真的有 我真的沒關係 我第一次追我老婆的時候也是 我就帶他去那個吃海鮮 然後他吃那個大蛤 吃了以後第二天就拉肚子 你這麼開心幹什麼 沒有啦 我就打這個 我就打電話給他 他說我奇怪 肚子很不舒服 然後怎樣 我說我馬上到 好帥 那很帥 對 直接十幾分鐘我就到他家 我在樓下了這樣 他就被我感動 我之前有個男朋友 就是同一個男朋友 然後這些我講沒關係都算 有一次我是真的在他面前 不舒服到 就是我們兩個睡一睡 我就突然半夜非常不舒服 我就衝進廁所狂吐 然後吐之外又狂拉 就有點瀕臨昏倒這樣 然後又還跌倒這樣 對 還沒跌倒 然後就會瘋狂倒汗 他就眼睜睜看著我這樣去廁所 然後也聽到我那些 不舒服的聲音 他完全沒有過來關心我一句 我後來實在受不了 我說你可以過來一下嗎 然後他才過來 然後他就站在那個廁所門口 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就很不舒服 變老子嫩喔 對 他就這樣看著我 想說我是怎麼了這樣 然後我就倒在那個廁所那邊 很不舒服 我整個人瘋狂倒汗到地上 可能都濕掉 很像水鬼這樣 他這樣還不理你 對 然後 他到底是多蠢的直男 對 他終於說出一句話 我以為他要帶我去醫院 還是他要問我怎麼樣 都不是 他只是說 你要不要沖個澡 就是他的意思是 他覺得我很髒 他覺得我流很多汗 這樣子等一下去躺床很髒 所以他說 你要不要沖個澡再躺床 然後我就真的理智線斷掉 我再怎麼貼心在那個當下 我真的理智線斷掉 我說 你怎麼會問出這句話 我說我已經不舒服成這樣 你覺得我有力氣沖澡嗎 我整個人已經倒在地上這樣 醃醃一洗 然後整個人在喘 他連去拍你去這樣扶你 都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問題 對 然後他只問了一句 你要不要沖澡 好想知道你們怎麼會在一起 對 你太寵他了 對 我覺得有點太寵他 可是我覺得我都已經在你面前 不舒服成這樣 我再怎麼寵你 你應該也問個一句吧 對啊 要不要帶你去醫院 還是怎麼樣的 對 沒良心 幫你蓋個外套 還是幫你擦擦什麼 因為你在路上看到路人路倒 你不會叫他去沖澡 你會不會也很好嗎 要不要幫你報警 還是怎樣 對啊 你要不要先沖澡 再沖澡 對 沒良心 對 你會聽過這種 我以前也有交過那種 大直男男朋友 然後也偏大男人 幾歲夫人 大家一起過完 然後有一天 其實那時候 有時候我年輕 我自己找麻煩 我就買了一雙新的高跟鞋 然後我們大家要出去 那個晚上派對 喝酒什麼的 然後好像是要去Vegas 然後就穿得漂漂亮亮的 穿了一雙高跟鞋 可是大家都知道那個Vegas 那個不是有很多天橋嗎 然後它的每一個bar都離得很遠 就要徒步要走很遠 如果你沒開車的話 然後我就走在那個天橋上 穿了一雙極高的高跟鞋 然後我旁邊當時 男朋友也是走在我旁邊 我就邊走就喊腳痛 我說怎麼辦 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要拖鞋赤腳 然後我就在那邊糾結半天 他就一直看著我說 你可以走快一點嗎 我說不好意思 我腳痛 然後我腳痛 他說不是啊 你自己要穿這高跟鞋出門的 我說我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要解決問題 我現在腳很痛 是不是我去買個平底鞋 或者是說還是 我還跟他講說 是不是你襪子借我穿 我就赤腳走 他就說不要啊 襪子會髒 我說那我現在就是繼續這樣 走在你們後面嗎 然後你也就沒有要牽我的意思 我說不是啊 你就自己找麻煩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那個天橋上 很兇耶 爭執 然後爭執這樣 後來是我們另外一對情侶朋友 走在很前面 他轉頭看到我這樣 二話不說 朋友的男朋友 他就立刻把他的鞋脫下來 然後拿過來一穿 別人的男朋友 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真的 可是我覺得我算先苦後甘 因為我老公算貼心 可是他也是 時而霸道總裁 時而裝可愛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還滿百搭的 而且他老公超高 超大隻的 然後184 然後就是比較快 那壓在妳身上會很重嗎 有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交往的時候 是我剛好也在拍八點檔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的主場景都在桃園 然後他就是每天都會接送我 因為他的工作剛好都可以 用電腦處理 可以不用進公司 然後我每天早上有時候 是五點要到桃園 他就會從很遙遠的那個新店 然後開車到我家淡水街 怎麼那麼好 妳應該有跟他撇過一眼 因為他剛結婚的時候 他錄影他都會陪他來 對 真的假的 怎麼這麼好 對啊 我那天竟然看到他 我還盯他說 現在會陪老婆了 對 因為他以前也不是 今天會來 真的喔 沒有 今天沒有 原來這樣 因為他很愛面子 我要把他就是不能講太多 他太少女性這樣 然後像那時候我們 因為在桃園來往 他都會從新店開到淡水街 我要再載我去桃園 但大家都知道拍拍檔檔 其實每天轉點 就是很 A點B點C點這樣轉 他就是會在門口等我 然後中午我放飯 我就拿便當 在車上跟他吃 然後他再載我去下一個店 這樣子的店 然後他那時候 劇組我同劇的男演員都說 不可能 兩個月就沒了 然後就我們拍了一年 他整整一年都這樣 一年都這樣 真的一年都這樣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一年 他一次都沒載過我 真的一次都沒有 沒有 他撐了一年 我才決定嫁給他 因為他真的 這很可以 就是會 你真的是碰到疫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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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他現在還會這樣 繼續在裡面嗎 他現在在樓下等 好可憐喔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就剛好比較鹹 好命 你看 找到這麼好的老公 就是別人的男朋友 跟老公都不會讓他們輸 都不會讓他們輸 因為以前太太這樣子演的時候 我也是 比如說他在昂班的時候 我也是在樓下這樣等他 我現在要開始比較了 沒有 你能不能理解他 離起來 離起來 男生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但遇到真的就是 要好好把握 真的 網友那種覺得 少女新的男子 還有哪一些 你無法抗拒的這種魅力 我問一下佑宇 好的 那我們就根據今晚 開戰馬關友粉絲團 還有傳遞幸福種子 分享甜蜜愛情故事 維持幸福婚姻的小技巧 合作民調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 少女新男子的隱藏魅力 特別惹人愛呢 首先看到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就是總能貼心的發現 你細微的改變跟需要 這占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二 這是複選提要 那接著除了貼心跟細膩的舉動 其實男生有很多東西 是反差萌 特別可以打動女生 例如什麼呢 接下來排行榜上的第五名 就是喜歡研究廚藝 專門為你設計美味的私處 這在百分之三十點四 還有第四名 會收藏很多粉色系的物品 或是可愛的玩偶跟公仔 這在百分之三十點八 好 我覺得這個不行 網友就分享說 自己的男友平常 雖然看起來man的樣子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好喜歡可愛的玩偶 而且他是喜歡去那種吃娃娃機 或者是出去玩的時候 就要買一些紀念公仔 紀念玩偶這樣 所以說他們兩個人 就是有點那種興趣相同 只要男朋友出去玩 他一定也會帶一個 一模一樣的娃娃給他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情侶玩偶 一點小小情侶之間的樂趣 好啦 這樣的少女 新男子會打動到你嗎 以上講的三點 我目前都有 你都有 對 喜歡可愛的東西 我是以前特別喜歡 那個玩具總動員 然後那時候我也拍一部戲 然後就是那時候 跑很多見面會 然後那時候粉絲也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 他們都知道我很喜歡可愛的東西 所以他們都 送我好多可愛的東西 對 譬如說他們就送我這個 真的很可愛 這滿可愛的 然後我就覺得 我自己本來也很喜歡 如果可能 比較MAN的男生看到這個 他們可能就覺得 你為什麼送我這個 為什麼不送我一些就是 可能鞋子或什麼的 他們比較實用 但我就覺得收到這個 很有心意 然後我主要就喜歡 很可愛的 你就把它保存下來 對啊 像我之前拍戲的角色 然後他們會幫我Q版畫 做成公仔 對 做成公仔 然後就送給我 這個可以啦 好喜歡 然後還有 那時候跑了見面會 然後穿了一套衣服 然後他們就會 一模一樣 然後照著我的髮型 然後照著我的樣子 然後做出一個 一模一樣的那個 真的一模一樣 對啊 對啊 很可愛 好可愛喔 如果你走在中華東路上 你敢抱著這個娃娃走在中華東路上 還好耶 像我昨天就抱著這個 我從我舊家抱到新家 不會很奇怪啊 正常啊 但如果你今天是因為已經在新家 沒事想把它抱出來了 這就會很奇怪 你說把它抱出來 遛一遛這樣 他搞不好還用杯的 我真 還有推娃娃娃娃 真的是比較無味 真的有朋友會這樣 真的嗎 我真的有朋友是那種 出國就是他跟他女朋友 因為他是他女朋友很喜歡 然後他本來也是個大直男 然後他是他女朋友很愛去哪 都要帶著一隻玩偶 那是他們的兒子 然後出國要帶好幾隻 後來那男的就真的被童話 他也變得就是去哪 都要帶著那個玩偶 他們會一起牽著那個玩偶 去迪士尼啊 出國 去韓國 去日本 好恐怖喔 那冠軍 好恐怖喔 沒有生命的玩偶 對 沒有生命 然後他們就會跟 兩個這樣一起牽著這樣 跟兒子講話 他們還會出門前 問說今天要帶誰出門 然後他們好多好多指示 然後他們會說我這樣子對不對 學我學我學我 像我自己很喜歡可愛的東西 但我也不太會帶這種東西 我相信你不會帶這樣 走在路上 你會跟他講話嗎 我還是會覺得 不會 對 但譬如說 勇於承認喔 勇於承認喔 勇於承認了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跟他講話嗎 沒有 我家裡有一隻很可愛的 那時候是夾娃娃夾到的 一隻鵝 我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跟他講一下話 你有可愛的人 因為他真的很像真的鵝 很像寵物鵝 然後就會有時候稍微跟他講一下話 不是啊 就是好像把他當寵物喔 但我覺得這個還好 這真的還好 然後我覺得 就比較有一件事情 比較講出來 大家會覺得比較不能溝通 然後就是因為 很多男生都會收集一些 比較man的東西 但是我會 因為就是自從主持女人 我最大之後就開始 收集那個口紅 我剛還在想說那一排口紅是誰的 對啊 你收集口紅 對啊 我以為是你的耶 因為我想說是你的 真的會比較合理耶 像我老師會介紹很多口紅 然後我都會去收集耶 那你自己會擦嗎 我自己會擦 像我今天就有擦 對啊 他的化妝包比女生的還要大包 對 我的化妝包 很金色 他化妝包超大包的耶 他有分男跟女嗎 可是他的色號很準耶 這很紅耶 對啊 這次還沒用 但像這個比較淡的 我都會用好多 很粉 這個有點像 對 這個負責 對啊 這下節目還是有點氣色 對啊 像我自己就覺得這個 很值得收集 那你擦一下這個紅的看看 我男生擦紅的 其實滿合理的 你贏 你那麼帥 很多韓星其實都會擦那種 蠻紅的口紅 你需要 可是我現在看不太到 你就抹一抹 太紅嗎 太紅了 這個可能太紅 看裝扮 對 看裝扮 如果今天走 我們可能去 比如說去時裝周 因為他其實這樣看起來還OK 因為在鏡頭前面 不會那麼的衣服 現場看到 太紅了 對啊 就很多人 就比如說口紅拿出來 大家都覺得傻眼 我只能說你真的長得很怪 他其實滿愛美的 你們原諒他 因為他化妝其實也很在意 很多細節 對 我滿在意很多細節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如果這樣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不會不合理 還好 你該不會也要吧 你怎麼好意思講人家 怎麼樣 你今天不就說 別這樣說 我們後代曾經做過模特兒 有很多化妝品是很正常的 確實 憲哥 你相信之下 你現在嘴唇有點不夠紅 對啊 對 馬上補一下 其實我也有 最紅的 馬上給他補一點色 補起來 我用這個紅的似乎好像 比較適合了一點 我可以插嗎 可以 你怎麼是架心叫熟 好煩喔你 好煩喔你 好啦 你還 你會煮菜嗎 對 像我滿討厭去外面吃飯的 然後我都會 比如說我會自己種菜 所以我家有 你真的自己種菜 對啊 我家有一個小 我家有一個洋台 這家大概可以吃幾餐 這個就是 可能過節的時候 女朋友來家裡 然後就是 會煮一個西餐給她 然後我可能有時候晚上 可能我會想要吃海鮮鍋的時候 我就會半夜 然後跑到基隆的那個卡麻店 就很用心的去幫她挑 她喜歡吃的海鮮 對 就比較細心 對 就像這樣子 你很有儀式感耶 你自己煮的 對 滿有儀式感 我覺得少女心就是有一點儀式感 我覺得儀式感滿重要 對 儀式感 就什麼東西都要親力親味 給另外一半 這OK 這滿好的 對 我覺得這比 我覺得這比 半夜吃的東西還好 對 就有一陣子她很喜歡 很想要吃蛋糕 而且我們那時候 很想要去那個手做蛋糕 但那時候剛好遇到疫情 然後我就去買了一個氣炸烤箱 然後我們就自己在 但我那時候是自己在家裡做 然後做了一個 因為那時候也不太會做什麼蛋糕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什麼 古早味蛋糕 那算最簡單 但做的 其實那時候蛋糕 樣子還行 但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但我覺得那個心意很重要 沒錯 我覺得很棒 對啊 蛋糕可以耶 這女生應該都會很喜歡她 我跟你講 吃什麼其實 就算NG女生也會很感動 對 就是你自己想 其實我老公也有試做蛋糕 在我生日的時候 想要做出來給我吃 結果被我撞見的時候 就整個是毀掉的 裡面的蛋糕體沒有弄好 然後烤出來的時候 又是糊糊的像一個麵糊 然後我還是這樣 謝謝你 就是因為你不能 他的心意 因為他冷水 而且因為像我以前遇到的男朋友 是那種極度大指南跟不貼心的 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重感冒 然後我就想說 家裡我知道冰箱有什麼東西 你幫我把所有東西丟進去 麵也丟進去煮成粥就好了 我就這樣拜託他 然後他就這樣 我不會 泡麵可以嗎 然後我就說泡麵 你生病的時候我會給你吃泡麵嗎 他說不是啊 泡麵很有營 我說你泡麵很有營養 就是氣到會已經無力跟他吵 就覺得算了 像我那時候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年紀比較小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想說 那我們一起出去拍拍那種網美照 漂亮 就我可能會去哪裡玩的時候 就打卡什麼餐廳這些 就會請他幫我拍照 然後可是呢 當時這個男朋友就覺得 拿手機學拍照這件事情很丟臉 然後後來我自己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還有一起出去玩什麼的出國 我套好多地方我都是帶那個自拍杆 自己幫自己拍照 然後還有找路人幫我拍照 我甚至有時候說 那你在飯店 我自己出去拍就好了 可是女生有時候也不要要求這麼多 因為我年紀也變越來越大之後 就覺得你要求男生陪你 比如說去往美店或什麼這些 男生有時候也有點便扭 有些男生會覺得有點便扭 我現在跟我老公就是常常出去拍照 都是怎麼去野餐那種 對啊 就是只要眼光好小酌一下 然後跟好朋友大家一起去什麼野餐 就很OK了 也不會特別逼他 可是他現在就超會拍照 我老公就是從 也是變你訓練嗎 對 他本來也是超不會拍 然後他會跟我的公司經紀人助理 然後還有我身邊會拍照的朋友學 然後還會請他們傳那個什麼 抖音膠什麼拍照的那種 視頻 就是為了想要幫你拍很好看的照片 很用心耶 他現在是滿會拍的 他真的是吃錯藥了耶 是不是 對啊 可能以前對我太差吧 對 愛好命啊 我以前不是這樣好不好 對 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那種很大男人的 他滿大男人的 而且我跟你講我們真的很噁心 因為現在大家不是都會比愛心這樣子嗎 所以我們見到面子 那個是親嘴嘛 我一定會這樣 然後他就要回我 私底下也會賣嗎 對啊 隨時隨地 然後或是有時候在看電視我就會這樣 然後他就會這樣 或是他在上班 這不是牙醫 牙醫才會做的動作 對 可是他如果表現出不耐煩 我就不會 就是他有時候也是享受 好啦 開心啦 那他會不會等著這一集來看 有可能 看你到底要講我什麼 這少女的表演咧 你老婆想去的地方 你都會比較多 不然呢 你是真心還是被迫 其實以前我還是屬於 比較有大男人的一面 有些地方我會放不下面子 比如說可能去到比較可愛的地方 網美店的話 以前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到這種地方來 我們去一個比較好的餐廳 不是很好嗎 那後來就是陪了太太 因為她太太總是會覺得說 希望可以另外一班 可以陪她做很多的事情 那當然好 那就是陪她去 像之前我們去直播 去韓國帶貨的時候 她一心想要去警符宮拍照 那警符宮拍照 就是一定要換上韓服 一定要 那我聽到說 我心裡想說 好 那你換 她說不行 你要陪我換 我說 我要陪你換 當然啊 可不可以不要 你知道從那個換完的地方 走到警符宮大街上 其實還要再走個15分鐘 又沒人認識你 還是會覺得人家看你的眼神 你還是會覺得 就是一個不舒服 不會大街上那麼多 怎麼會這樣 而且你出現在警符宮附近 穿和服就很正常 很正常 我後來也是這樣子 就說服自己 就是說服然後好 然後就想說 那我也辦一下 然後就說很開心 去挑她的衣服 然後去挑她的法事 她想要辦皇后之類的 那我好歹要辦個王 或者是 太賤 就是 好歹是可以撐得起來 但我不想要辦王 辦王的話 其實太一般了 想要辦個 比如說很高級的侍衛好了 保護她 那好 就挑了一個出來之後 弄 然後剛好呢 其實因為遊客非常多 然後有一個可能 剛好是大陸人 進來的時候 他們要還衣服 看我站在那邊剛好弄好 他就跟另外他的太太 就講說 因為他不知道我不是 我不是韓國人 我在那邊其實滿常被認識 韓國人 他就跟他太太說 真的有個廠公 廠公 因為我的照片 你們看得到就是 那個時候是白髮 所以真是太賤 是 沒有 扮起來很像太賤 然後戴起那個帽子 那扮起來之後 就覺得很像 好適合你 很像東廠的公公 好適合你 是不是 帥氣的公公 滿像的 對 後來之後發現 我後來真的覺得 還滿像的 對啊 那你拍完完完應該是開心的吧 對 是還滿開心的 對啊 然後後來就覺得 其實還滿有趣 除了扮這樣子之外 就不然就是太太很喜歡去吃一些 飯後總是女生都會覺得 女生有兩個胃 一個是正餐的胃 就是這個胃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甜點的胃 甜點味 那你本身是不吃甜點的嗎 我其實不太愛吃甜點 但是後來就不一樣了 所以因為你不會為了陪老婆去吃嗎 就是陪她吃 比如說她喜歡吃什麼 她喜歡 有時候常常喜歡吃巧克力類型 然後後來她喜歡吃蜜糖吐司 然後後來改變 就變成喜歡吃舒芙蕾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 什麼叫蜜糖吐司 然後她帶我去吃完之後 後來就是我帶她去吃了 你太愛上 因為原本是她點了一份 所以你吃吃看 然後我說好 那這是什麼鬼 吃完之後 哇 我可以自己點了嗎 所以你今天有帶 平常你會帶到不是吃 今天的話是那個 是舒芙蕾 因為大家都喜歡舒芙蕾 對 因為吃完很舒服 舒服 我們來試吃一點 來看看 這就是 好多甜點 好多甜 現在有兩個 好幸福 來來看 我們先講第一個 先講第一個 這個是酒釀桂花 製蘋果的舒芙蕾 這個是不是 你看 蘋果裡面 這邊是超過的 這是蘋果 這是有桂花 那個肉桂 肉桂蘋果 肉桂蘋果太美味了 所以一定要配著吃是不是 對 一起 然後上面微微的桂花 然後這個甜度 我其實是覺得甜度還OK 我會過膩 不會太甜 吃了就舒服 吃了就舒服 難怪可以配肉桂蘋果嗎 這樣挖起來那個 肉桂味道會好香 舒服 很舒服 吃完就舒服了 所以為什麼後來看來 超愛這個的 然後 好綿密 對 因為其實 因為舒芙蕾它的口感就是 很綿密 真的 然後那個蘋果的香氣好濃 肉桂蘋果真的是一級霸 超熱的 肉桂蘋果好好吃 肉桂蘋果好好吃 它超入味的 然後上面那個桂花呢 可是有淡淡的香氣 我喜歡它上面那個奶油 然後另外一個呢 季節商品 這個是芒果雪梅的舒芙蕾 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它比較費工的是 它還要切成芒果丁 有沒有 上面是芒果丁 是清爽型的 所以不趕快吃一吃這樣 而且它真的是不會膩 在台北嗎 台北 台北 滿好吃的 而且它上面的又是不太一樣 它上面怎麼吃起來 有點布丁的口感 對 那個它的醬 它的醬其實不會太甜 有些很怕就是太甜 但是它不會很甜 它奶油很香 為什麼它的蛋糕 可以做得這麼綿密 綿 超級綿的 對 很 而且重點是以前的 有些舒芙蕾 它其實太鬆了 它沒什麼紮實感 它其實挺好的 它咬起來是有點那種鬆鬆的 但是綿密 但是紮實 對 其實它是屬於紮實 你吃了什麼 我最喜歡就是 把它全部這樣混在一起吃 全部混在一起吃 對 就是這個舒芙蕾 我們就靜靜看著對面三位少女 然後加什麼 舒芙蕾加上這個 這是他們的下午茶 你們聊起來說 我們其實聽不太到你們在說什麼 真的嗎 不是 男人有男人那個話題 沒有男人 你們現在是三個少女 對 少女團體嗎 對啊 而且便利會不會弄太多 他們可以繼續一直開動動 而且我覺得那個水果好搭 就是那個芒果 會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然後搭配上那個蛋糕體的那個甜 什麼叫酸甜酸甜 酸甜酸甜 把它綜合在一起 其實兩個都很好 這三位感情好好的閨蜜 對 好吃嗎 真的很好吃的 然後再拿一杯粉紅色的調酒 香檳之類的 滿合理的吧 不要再說是我們 因為我們愛吃下午茶 愛吃甜點 你們自己吃就很喜歡 就你們 本來甜甜 甜甜OK 好吃 對 我也很愛吃甜點 但是男生就是喜歡吃鹹的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了這個 我們兩個都會喜歡的 那它這個可頌帶有一點點鹹 然後上面它的醬是摻雜甜 所以你會吃到鹹甜鹹甜的口感 然後你們可以吃吃看這個 最近很紅的可頌 它這個很厲害 叫提拉米蘇可頌 哪一個 這個嗎 對 它上面插了一個小罐 它那一個是什麼 對 那個小罐 是很厲害的韓國咖啡 手工咖啡 濃縮的咖啡 所以你一開始 要先把這個管擠進去 你就會讓整個可頌 沾滿那個咖啡 直接壓 對 直接壓 它就會撲汁擠進去 真的 你就可以把它切開 然後沾上面 它提拉米蘇的醬汁 它是近期很有名的 它咖啡味好香 它整個那個可頌切面很飽滿 它也不會 因為你插下去 它就變扁或什麼的 然後你看它這裡有沾到它的 剛剛那個濃縮咖啡 所以你會吃到一點點 咖啡的苦味 他們好忙 又伴隨它那個 提拉米蘇奶油的鮮甜感 好酥喔 它的那個 是不是 你看他們三個 他們幾個 有點忙 真的好酥喔 那咖啡是很好吃的耶 這個是男生也會喜歡的那一種 他們的咖啡很有層次 就是甜甜的 但是有一點咖啡的苦味 然後香氣 來 你們三個用一個 最少女的表情來表達 這個甜點有多好吃 那咖啡香真的好香喔 是不是 而且是我 從來沒有吃過聞過的 對 它很特別 那個香氣真的好特別 品硯如何 我覺得這個口感 綿綿 充滿香氣 充斥在我的口腔心 笨姐 我覺得這個蛋糕 已經融化我的心 好好吃喔 是真的好吃耶 這個可頌 它上面那個天愛米蘇的 鮮奶油 對啊 跟別的也不太一樣 對 它很恰到好處 它是用一個不膩 對 那另外這個藍莓優格的也很有名 它其實比較清爽 對 藍莓優格 它就是下面吃起來很清爽 它優格好清爽喔 好好吃 這可頌真的好厲害 你看它這個切面 切面都來了 而且它切面真的很飽滿 而且你其實仔細看它上面 它的那個可頌的摺度 比別的多耶 對 就是它弄得很細 很千層的 那比較脆 憲哥你已經直接 對著那邊吃了 你是不是真的以為 你們兩個來喝下午茶 因為他們還面對面 其他身邊跟上午茶 我們要大力稱讚 它那個鬆餅的 剛剛那個桂花的那個口味 對 它的醬很好 它那個醬好好吃喔 對 剛剛加肉桂 吃得好吃 那個桂花娘 那個桂花娘 那個桂花醬 那個桂花醬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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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不配 對啊 好吃的東西就是要跟喜歡人 另外一半來分享 對不對 謝謝分享囉 謝謝 好 本上還有剩兩名 還沒揭曉 請佑雲幫我們公布一下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就是情感力爆棚 看到感人的人失誤 就忍不住落下眼淚 這在百分之三十九點一 那最後呢 排行榜上的第二名呢 就是會主動跟你討抱抱撒嬌 這在百分之三點五 有網友就分享就說呢 他的男友只是滑個抖音而已 突然間就扇人淚一下 把他給嚇壞 然後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男友就在看一些 動物的感人影片 然後覺得小動物真的太可憐了 所以就忍不住落淚啦 那另外一位網友分享就說 他每一次跟男朋友生氣 就沒有辦法氣很久 原因就是因為他男友呢 就是那種小奶狗類型 每一次呢只要吵架的話呢 他就會想盡辦法跳舞啊 撒嬌啊 裝可愛說 嗶嗶 別生氣了吧 好 反正呢就是讓他覺得 心都被融化了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生氣啦 好啦 面對這種情感細膩 又有撒嬌公司的男子呢 你們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生氣了呢 真的耶 我覺得越Man的男生 越撒嬌 越淘寶寶 就是很OK的事 好像是我喔 超OK 好像是我喔 是嗎 我其實超喜歡 就是尤其我像 現在很多抖音那種東西 不是 裡面有很多那種 會跟另外一半撒嬌 看完之後我就會學 就對我女朋友做 然後就是他裡面的內容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寶寶 我今天拉便便了 然後我女朋友就傻眼 然後我就說 那你猜我拉的是什麼便 然後我就說 就是很這種 就撩妹話啦 另外一半就覺得很可愛喔 對啊 果然是你的另外一半 對 然後我有時候算不五十 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就說 你幹嘛 然後我也說 沒幹嘛 想你 然後就掛掉了 這OK啊 這滿可愛的 這OK啊 我很常看這種字啊 這個好多了 然後我今天如果對他一些 很白癡的舉動 他就覺得很有趣 很浪漫 所以你就是會很常常說 要抱抱 對 然後譬如說 有時候他生日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 譬如說聖誕節好了 然後我就會手作一些 很可愛的東西自己給他 我自己覺得很可愛 然後譬如說像我那時候 去手作乾燥花 然後我就挑了 人家就說 你要挑什麼花盆 然後就挑了這個愛莫像 愛莫像還滿可愛吧 對啊 巨石症那個 對啊 巨石症那個愛莫像 然後就把花擦一擦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有點無聊 然後嘴巴上嘟了一個 就很像 給你一個吻這樣之類的 我就覺得很可愛 收到的時候也非常開心 他傻眼了 他差點把他摔掉 為什麼 他就覺得你送我這個幹嘛 很像垃圾的東西 但我自己覺得很可愛 手作去做這個送你 當情人節禮物 會不會太鹹 你會變線比較好一點 對啊 因為我覺得要看狀況 因為他算偶爾會撒嬌 他會跟你講說 寶寶今天好累喔 想你 寶寶 那種 然後我自己有時候 跟他講話 疊音疊字是有意思 一般男孩子就是 可能有一些需求的時候 就開始會 他也不是只有需求說他都會 可是有時候我們兩個 會自己疊字完之後 自己 就自己會覺得太噁心這樣 真的是可愛 可是因為我個性 其實還是稍微比較男孩子氣一點點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剛好 遇到一個情人節跟我老公 是我媽媽剛過世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心情 特別準備太驚喜的禮物給他 因為他很Man 從他年輕到現在 他都是屬於那種 在外面都是這樣子的那種男生 所以我才一定沒有人送過他花 我覺得他應該會喜歡 因為他有時候會送女心 我就期許說 因為他以前也會送我花 還會自己去插花 對 我就買了一束 很貴 三四千塊 我去弄了一束很漂亮的花 想說這樣子有一種 我疼愛他的感覺 就是不是只有他 有一點他疼愛我 然後送給他之後 他就冷漠地看著我 其實我送你花 OK 你不用送我花 就是他覺得男生收到花 他也不知道他有點 怪怪 怪怪 他說拍照也不是 不拍照也不是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男生送花 還是多多少少 有那麼一種可愛的感覺 就是 是不是 就一點 你那個算花 這個算花 乾燥花 因為通常家裡 所以不要放乾燥花 在風水來說 不是 然後可是像我老公 婚前的時候 就會插花給我 但是婚後的時候 就有點懶得 就是面對這件事情 有一整天 都忘記今天是 我們的那個紀念日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他就是想要交差 他就打電話 給那花店 配了一束非常隨便的花來 然後我連拍照都不想拍 我就跟他說沒關係 以後不用了 以後不用了 就是結婚之後就不用在那邊 不行 還是要經營 對 還是有儀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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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送他是錯的嗎 你不要送他花 他就不行 他可以送你花 他可以送我花 那你跟他講 喂 還是要儀式感 還是要儀式感 有的那種鄉下的阿公 阿嬤 你不一定要送花 因為他送花 生日有沒有 你送花給他 你送花給他 我... 你送花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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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你手做的東西 其實男生願意 去花時間做這件事情 都是加分 對 都是加分 心都很細 用心就好 對 我覺得男生有man的 其實那種真的 還不夠 其實有時候 要多一點那種貼心 像這種少女心 其實多一點甜蜜感 我想在感情當中 一定會比較深化的 是 一定 體貼的男生對我們來說 就是很man 好嗎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來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